打造年輕人首選城市 桃園市長繼續平市鎮 既青年就業津貼 育兒津貼政策之外 手動社會住宅中路2號即將完工 也將開放受理登記 那在2月20號開始受理登記 那總共有212戶 那依照經驗是要籌錢的 因為是第一個 那我們分座一房 兩房 三房 那有15坪 25坪 30餘坪左右 那最低的租金 我們是按照市價打8折 那若市團體是打6折 只要月收入在51K以下 涉及滿一年 或是在桃園就學就業的市民 都有資格參加抽籤 再加上最低租金才5K左右 吸引不少市民逾越於市 因為它是政府貸款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相對來說 租戶會比較安心一點 因為我自己是在外面租房子 然後就是會很怕 遇到一些租糊紛 剛好就是明年打算要結婚 那對我們這種小家庭來說的話 是非常有幫助 那一開始的時候 投期款可以先不用準備那麼多 而且還付家具 社宅成了軍平世代 居住正義的解藥 而才剛完成交接的中央內閣 鄭文燦也給予祝福 因為距離總統以及立委的大選只有一年 那蘇院長在尋覓人才方面 那麼確實也比較不容易 那我想這個內閣的調整 那不如想像中那麼大 那不過我想最重要的是 這個冰水降轉 這個政策要接地氣 政策要符合民意就是2020大選的關鍵 不只給內閣團隊建議 也傳出新美市黨部主委 于天願意出戰立委補選 就是鄭文燦全金的 而身為黨內的終身代砥柱 鄭文燦發揮影響力 也牽動著民進黨接下來的選戰佈局 歡迎新聞成名夜徐國豪 桃園報道 東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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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感谢观看